这个地方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空气清新鸟语花香 更不可思议的是 在这大山的咸崖之中的上面 竟然有一块席头 而这块最大的席头的上面 竟然隐积着108户人家 这块席头是三面咸崖峭壁 其中的一面 底下就是住原的真沙江了 大家好,我是大远方旅行 今天我终于来到哪 这个村庄之中了 我现在带领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神奇的村庄 看到没有,就是前面的那块最大的席头 那个席头上面 就是隐积着108户人家 从这个地方看过去 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是吹烟鸟鸟 感觉它就是最淳朴的人间烟火器 我们昨天从丽江开车 差不多是130公里 走了好几个小时才走到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只有一条路能进来 而那边正在修路 路是非常非常的烂 如果说是开小车车 是很难开的进来的 我们昨天来到这个地方 已经是凌晨12点钟了 刚好我们发现前面的这一家 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的这一户人家 他边还没有休息 然后我们就住在他们这边的简单的客房里面 还在他们这边清了一顿农家饭 我们来看一看这边的房间 对 这就是我们昨天住的房间 我们将就看一下 因为现在有点乱 好的 现在呢 我们下来跟这一个这户人家的主人跟他聊一聊 你好水大哥 你贵姓 我姓徐 你姓徐啊 你是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吗 对 我是在这个院里面出生的 出生的 为什么当初你们会选择住在这个地方呢 对 就当时就 嗯 突飞啊 潜急的人又特别多 就那些族人 可能 至少特别有点高的 一个人住在这个 这一块石头上 因为是鼓不进去这个人 你石头来导得 人生是 人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这个岸石头有多大呀 这个石头面 其实是0.5个比方 0.2个 0.2平方千米 对对对对 那也挺大的 我看到这个石头来 感觉是有点危险 遥遥遇坠的 然后建在房子里面 会不会倒塌 或者滑到那个枝沙江里面去 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什么是 没有什么是 地基是很硬的 地基很硬 嗯对 那他有多少年的历史啊 有最起码有 打时胡帝列 来到过这个石头城的时候 就已经是原况了 8本岩到9本岩以下的历史 也就是说应该是有900年的历史啊 那900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啊 也就是说这些人已经住在这个地方了 对 因为是为什么法主就 呃 打时胡帝列 呃 打了那个道里周以后 呃 道里道里周以后 就有一个地方 就我们是以前是包杀者 倒过来在包杀者 所以就是 胡帝列打时来到这个石头城以后 就已经住住人了 就前面有几个就 具体的也不知道这个意思 哦 就这样呢 就是说我们昨天从立江开车过来 差不多开那有十多个小时 因为那边有 有段风路 也就是路很不好走 那么我在想有个很奇怪 为什么以前你们 会选择在这个地方 那以前还没有修这条路的话 交通是不是更不方便 更不方便了 那你们 因为几乎是以西格节咯 对 我们从这一集都是最近两三年才投下来的 哦 就是最近两三年才动 全部都是人背马头 人背马头 哦 那真的是有点艰难哦 嗯最艰难 那你们住在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以西格节的 当时是靠什么来生活呢 靠住地而生活的 因为 呃 现在最近五六年就没有住那个稻米了 稻米是最好的地方 但是 住稻米是黑西库的一件事 所以倒是 值不值不社会的房子就 不住了一件 五年也小麦 玉米 呃 呃 大骨 那些基本上全部都是住的 哦 那你们除了种田还养什么东西没有 野牛野猪 野猫 猫是必须的 这个地方的唯一的交通工具 什么 猫是这个地方的 猫是交通工具 对 猫 猫是 这个地方的 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哦 主要是你们印东西印出器 都是靠这个麻来印的 嗯 没有麻的话就 无法了 人民就是 更不行了 也就是说 已经住这么久了 像这么感觉很不方便 但是你们也习惯了 对对对 已经习惯了 如果说现在让你们搬出去 你们愿意搬出去吗 我们不愿意 我看你这个房子还挺大的 这个有多少平方啊 有397个平方 这个是实际面积了 哦 因为呃 低少雨费就我们不度才就要 呃 呃 听说有人要出300万给你买 这套你们都不卖 是不是真的 不会卖 不会卖 就是怎么样都给多少钱都不卖 不会卖 好的 谢谢你 现在我想到底下的那一块洗头城去看一看 嗯 好 谢谢啊 好 这里呢就是云南丽江的宝山洗头城 好了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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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